今天我们开心窗 因为我们之前的是一访一厅 然后比较适合冬天啊比较凉的时候 然后夏天呢我们曾经就带过暖景帐篷出去 就觉得实在是有够热 所以我们这次买了新的天幕之外呢 还买了一个新的小帐篷 这天幕是朋友的 然后这个帐篷呢 其实我买的时候以为它大概是这么高 然后就没想要买了一个 有点算是蛮刚好的 但是因为它搭设很简单 所以就觉得很喜欢的 然后这个颜色它是日本亚马逊的限定色 整顶都是绿的 要不然就是前面的门是白色的 就是比较长线的那样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外观就是有两根 窗户 可以这样子把它打开来 通风 然后 这边后面就是 它是两片 可以把它这样子 把它开然后 它这边都有做这种 钩子可以收纳 然后这边也有 然后可以这样子把它勾起来 你可以只开一半 然后这里面也都是有网纱 然后也有这样子遮蔽 所以你就也可以通风 然后也有隐秘性 就看你天气选择 这样 然后就算你把它全部闭起来 因为有打钉子的关系 这边是可以透风进去 可以再拉得更迷 诶 起啦 它的前面呢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门 然后它也很方便是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两个门是这样子 固定打在地上 然后你也可以只开这一扇 就是 就是如果 你打 比如说它这钩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把这一扇 收起来 收在这边 哦真的哦 所以你也可以侧面进去 哦 所以它其实是 前面是三个面向 三个门 对 怎么去调整都可以 好酷哦 打开之后呢 也可以用那个前庭柱 它就可以这样拉一个 小小的前庭 但因为我们 我们有天幕 所以就不需要嘛 对不对 然后 听大家说我们上次 露营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看很多影片 大家都是 这样子收 前面 可是呢 我们刚刚有上次遇到一个 租借帐篷的老板 他说 我告诉你们正确的收法 他说应该是这样 往内 原因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样子 你在收啊 我们不是早上起来都会有 入水吗 对 入水上去 如果你是往内收的话 你的里面都会 哦它就会收集在里面 对 它这样都会收集在这里面 可是如果 往内折 是反的 这样 漏水就会在外面这一面 啊 所以我那一次 他讲完 我就这样收了 然后 隔一天起床 再收的时候 就像那水 就是 我就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会这样 顺着就下来 就不会卡在里面 哦 里面 我看到一个新玩意 新玩具 在里面 然后他这里面就是 很小 这样 但是是可以坐挺的 前面我们就是放了一个箱子 但是这箱子其实 算大 但他本来装的就是我们里面就是请具 就是 没有任何不想要被看到的东西 你就丢进去就好了 一些衣服啊什么的 还是有一些空间齁 对 然后这就是我们洗澡的 AV桶 然后这是我新买的 行动马桶 这个 是我在怀孕前就买了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 营地 营景很漂亮 可是他离厕所就是有一点远 然后 我就会觉得 那时候因为会 还有喝酒啊 然后喝酒你就很容易跑厕所 然后想说厕所那么远 我就不想学那个营地 可是那个营地的景又很美 所以就在我很两难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人在介绍说 既然有这种行动马桶 然后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帐篷里面 如果像我们原本是一房一庭 你就放在室内 然后反正它 其实打开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啦 就是打开就是 像马桶一样 然后 你上完就把这个打开来 然后这边是 有跳水是吗 它就是沖水 然后目前 因为运行是没有用 目前我使用了一天 我就觉得超讚 讚的原因就是 距离很近之外 我就大概走不到十步 我就可以上车手 其实我随时想上就上 然后现在我又怀孕了 我怀孕之后 变得非常平凡的想上 而且敦式马桶 是对孕妇来说 对 就是因为你会挤压肚子嘛 但这是做的 然后重点是因为 它就是你自己的马桶 你就会觉得很干净 因为我自己外面 自己的马桶 我在外面 我在外面就会擦 用酒精啊什么的 但自己的就很方便 每个马桶都是英雄 对 你们可以看你们自己的需求 大小去做选择 这样子 就是三四五 这个size是为了我 对 这个尺寸 听说男生做比较刚好 他再小一点 男生做会不太舒服 但这个尺寸是我做很舒服了 很像正常的马桶 这个也是大推 里面看一下 也是有沙网 跟你想遮蔽也可以 可以看这样 他其实 这是我们原本就放在一房一庭的那个床 这个床我买是200x140 因为他里面我记得是写200x这样子的 对 的一个宽度而已 所以其实两个人就是非常刚好 然后加我们有带Boogie来 所以是完美的刚好 然后里面这边 他也有那个小沙网 窗户可以通风 之外 然后上面有挂点 所以你要挂灯 或者是你要 电扇 对 风扇也是可以的 然后后面就是我刚刚 他的那个后门 也是可以通风 这是我第一次 应该说昨天晚上 我们现在是9月份来的嘛 然后这里海拔是 差不多1000我记得 可是 我们是要早上8点 嗯 对是很难得睡这么晚 就他昨天晚上很保暖之外 早上 因为又有那个 田木的遮挡 太阳 所以舒适度超高 比我们之前住一房一庭 舒适度还要高 对 而且它搭起来又 又简单 所以我觉得夏天果然还是需要 一个轻便的好搭的帐篷 跟一个田木 然后这个是我朋友的宠物帐篷 哈哈哈 他昨天被旁边的路友问说 请问这是宠物帐吗 然后他是我朋友的睡觉的帐篷 就他 因为我床是200长嘛 我以为 运气是180公分 我以为是刚好 可是因为它比较矮 所以运气在里面睡是可以伸直 没有错 但如果它伸直 它的头跟脚 是会碰到帐篷的 如果会建议这里的话 可能 你们就再买大 大一点了吧 就这样子 耶 这个就是我朋友的速开帐 它说是沙滩帐 只有前面的门之外 它上面的窗户有也是两个 这边一个 跟 这边一个 还有对面 也有一个半开的 跟比门还要再一半的窗 就这样 它没有外帐 我们现在请 我们180的李先生 帮我们躺躺看 究竟躺的是否舒服呢 它空间 好像跟我 也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摆其他杂物 你现在从外面看 是不是会像你的肚子一样啊 你说胎洞的时候吗 对 哈哈哈哈 对 多的睡吧 但是真的是一个人睡 两人睡的话就很 可以一个人跟一个小孩 所以你以后知道了吧 什么意思呢 哈哈哈哈 现在介绍我住的帐篷就是Coleman的 什么呢 一开始因为我有买床嘛 我就是要求我的床费放得下以外 我的行李箱也要放得下 所以我就租了这个帐篷 那 它的里面空间非常的大 我觉得如果要睡到 四个人 甚至六个人 我都觉得可以 好 极大 我现在就是 然后租到自己想买的帐篷 这一顶我就不会买 因为它太大了 而且它搭的时候也其实 蛮累的 我是因为刚好 遇到银主 我问他是否有空 他就说 你要干嘛 我说那可以帮我搭个帐篷吗 然后瞬间我这一帐是搭最快的 因为有银主的帮忙 因为它不是黑帐 然后我想要睡完一点 我就租了一个天幕 可是事实证明就是 如果你要买这种颜色 你的天幕就一定要是黑色 要不然还是一样会蛮亮的 对 所以你今天是有被亮醒吗 依旧被狗吵醒 所以我觉得我不管买什么帐都没差 因为我的狗会比我早起 所以我还是你知道 没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品 虽然你狗是黑的 但它 但它很早 够高 所以你不用一直挽摇 往后 就这么多吗 不然是黑的 所以我看到这层子 就用灯漏了 反っ 有很多帐篇 是不会 你很想要